大叔早上刚起床 发现门外有一只小浣熊 看似他非常的饥饿一点都不怕人 于是大叔从房间给他拿了一根火腿肠 小浣熊看到后赶紧用手接了过来 他一点都不作假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大叔趁机想要去摸摸他的后背 小浣熊也并没有反抗 毕竟吃人家的嘴短 只要有好吃的火腿肠 你想怎么撸都可以 此时的大叔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小浣熊吃饱喝足后变下了楼梯 看样子是准备想要回去 虽然大叔极力地想要挽留 但小浣熊丝毫没有回头的意思 朝着远处树林的方向走去 不一会功夫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面 很快到了晚上 眼前的场景把大叔吓了一跳 白天那只小浣熊把他的家人全都叫了过来 此时的大叔正洗了一盆葡萄准备自己享用 可看到他们一个个可怜的眼神 一定是乐极了 于是打开门将这一盆葡萄全都给了他们 这么多只小浣熊和鸭鸭的一片 每只能分到几颗都不错了 甚至为了抢一颗葡萄 两只小浣熊还打了起来 看来真的是饿坏了呀 一盆葡萄明显还不够他们赛牙缝了 每两分钟功夫就全都吃完了 这时大叔又从房间里面拿出来了一盆火腿肠 本来是要在家里做热狗用的 现在看到这一群恶极的小可爱 只能忍痛将他们贡献出来 这群小浣熊看到有吃的纷纷围了过来 虽然他们都很着急 但并没有造成疯强的局面 反而一个个伸着小手等待分配 小浣熊领到火腿肠之后就会迅速离开 以便给同伴们腾出位置 果然是一家人了 然而最开始抢到的都已经跑回来要第二个了 有的小可爱还没有领到 就比如这只小浣熊 刚开始他是站得最高的一个 因为性格腼腆一直站在了外圈 直到现在还没有吃到第一根火腿肠 离大叔最近的这两只都已经第三根了 他却还在伸着小手讨要 不过好在大叔背的足够多 每只小浣熊都可以分到几根 如果想让他们吃饱的话 这些火腿肠还远远不够 看这些小浣熊吃完后还没有要走的意思 于是又从房间里洗了一些小番茄出来 把它们均匀地倒在了地上 小家伙们一个个抬着头吃得很开心 只有一只还在椅子上迟迟没有下来 难道你是不喜欢吃水果吗 其实并不是咱们所想的这样 大叔把剩余的火腿肠全部拿了出来 他却第一时间跳到了椅子后面 也是第一个接到火腿肠的小浣熊 不得不说他可真鸡贼呀 为了占据这个有利位置 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啊 大叔把家里的火腿肠全部都拿了出来 如果还吃不饱的话 大叔也没有办法了 过了几分钟后 小浣熊吃完后依旧没有离去 没办法的大叔又拿来了一些饼干喂给他们 甚至把家里小猫的猫粮也成了一大盒出来 全部都倒在了地板上 为了能把这群小浣熊打发走 大叔这是下的血本了呀 然而家里的小猫却不这么认为 恶狠狠地看着大叔 你把我的猫粮都给了他们 到时候我吃啥呀 虽然家里的食物都被小浣熊给吃了个精光 但大叔的心情却十分的开心 毕竟他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小浣熊 真心希望他们吃完后可以离开 如果再多来几次的话 那还不得把大叔给吃穷了呀